警方站在路旁架設好機器 車輛一經過立刻測出 車速有多少 但是仔細一看 不但有車速 還能測出噪音有多少 這套設備我們在8月 在今年8月執行 主要是針對暑假期間 那有時候同學放假 那等等的 改裝車出沒的情況會比較多 所以我們來特別用這個設備 來做一個進程專案的 專案性的執法勤務 這樣也要來有效防止 不管是超速 或者是噪音車的出沒 改裝車的出沒等等 原來這是暑假期間 台中市警方取締超速 以及改裝車噪音 特別準備的秘密武器 這項進程專案 執行一個月 就已經開出1879件超速違規 還抓到128輛噪音車 為國庫金賬225萬 我覺得這個進程專案 對我們非常好 至少晚上 像我帶小朋友出去公園散步 不會被一些 經過的那種改裝車輛嚇到 對 有改善很多 沒有 那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 可能這些東西可以 變多路段或是重點路段 然後慢慢增加才會有感 一個月的示範期 已經讓民眾很有感 9月份開始更要擴大到台中市 十四分局 去地夜間超速也要降低車輛噪音 讓台中市民晚間出門更安全 睡覺更安靜 歡迎新聞 侯士辰 李家瑜 台中報導 獎級 提供